每天10分钟,全球资讯在其中 欢迎收看今日快讯 大家好,我是Vick 国际新闻方面 综合外媒报导 美国纽约曼克顿时代广场地铁站15号发生惨案 一名流浪汉在列车埋 暂时突然将一名亚裔女子推落月台 都知其捲入车底当场身亡 多间美媒报导称 受害亚裔女子为40岁逆阴胜5的女士 事发后,一名女子跟警方说 这名流浪汉是首先移她为目标 但她有所警惕后并拉开她来 随后目睹她袭击这位盛吾的女士 警方称,案件细节包括是否属于仇恨犯罪仍然调查中 由于流浪汉首名目标女子并非亚裔 而且她有精神病历史,警方认为案件非仇恨犯罪 美国东南部遭遇暴风雪 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 以及南北卡罗来纳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北卡罗来纳州,多条主要通道被积雪覆盖 有汽车无法开动阻塞交通 当局派出铲雪车清理路面积雪 受到暴风雪影响,部分地区积雪厚达30厘米 有大树及电纜被压位 南卡罗来纳州也持续落大雪 州长呼吁民众做好鱼航准备 气象部门预计,东南部的恶劣天气会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一 当地时间1月14日和15日,南太平洋国汤家一座海底火山 连续两次剧烈爆发引致地震和海啸 对外通讯中断,灾情未明 澳洲和新西兰今天派出军机到汤家估计灾情 又指火山灰阻碍通讯和救援 红十字会估计可能多达8万人受影响 形容今次可能是太平洋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火山爆发 震动原地区网络协助救灾 汤家一名外交官员表示,因为担心新冠病毒传入 汤家政府可能不会允许外方救援人员登上倒序 此外,汤家国内通讯已基本恢复 但对外通讯至少要一个星期才恢复 汤家鄰近的海底火山14和15日连续爆发 引发的海啸16日凌晨陆续抵达日本沿岸 一名网友在多摩村录下诡异画面 见到几条鱼突然聚在一起 分别朝着两个方向分批游走 好像逃难地急着赶快离开 不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学家Rich Big认为 虽然海啸可以改变当地的水流 但暂时无法确定其关联性 据了解,近年因为生活排水令河流水温上升 以及民众随便放生 导致多摩村鳞鱼和原生鱼类 受到小口黑炉等入侵物种威胁 综合韩媒报导 韩国慶上北道慶州市的 慶州滑车世界游乐园发生恐怖意外 一名7岁女童在玩游乐设施斜坡滑车时撞上栏杆 疑似因为冲击力度太大受到重伤 宋远急救后不致身亡 这行设施11月才启用 短短两个月后就传出死亡事故 调查发现,女童就读小学2年级 当日和表姐一起乘坐2人坐滑车 女童坐在前面,表姐坐在后面 案发后游乐园暂时关闭 警方及消防当局正深入了解案发经过 韩国军方表示 朝鲜今日早上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 而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推测为弹道飞弹 内阁官房长官指责 朝鲜此举威胁国际社会和和平安全 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四次的试射活动 朝鲜短期内密集试射导弹引发各界强烈关注 韩国政府常误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常任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案 会后声明指出 朝鲜今年以来连接试射令人遗憾的局面仍在持续 会中深入讨论背后原因及影响 1月17日 菲律宾司法部矫正局发布消息称 当日凌晨1点左右 在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新比利比德监狱 3名囚犯床涉防最高的区域持枪月狱 期间枪伤3名狱警 矫正局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 3名囚犯分别为34岁、35岁和49岁 他们因为杀人、贩毒和抢劫等罪名入狱 另外中枪的3名狱警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 目前警方正全力追捕3名逃犯 澳洲法院星期日裁定 维持撤销塞尔维亚网球手组高域签证的决定 组高域上诉失败 失去争取未免澳洲网球公开赛的机会 被递街出境 一般情况下 驱逐令将包括3年禁止入境澳洲的限制 有传媒拍摄到 祖高域在法院作出裁决后数小时 在机场登上由密尔本前往迪拜的航班 对于祖高域明年能否到澳洲参赛 澳洲总理莫里森说 在特定情况下 个别人士仍有可能获批入境 当局届时会在座考虑 他又强调任何人入境贸易国家都必要遵守当地规定 我是Vivian 嘉国新闻 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网站上发布的通知 加拿大星期一批准了辉瑞公司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用于治疗18岁及以上人群的轻导致中度新冠病例 根据辉瑞公司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 该公司的抗病毒药案Pax Lovett 在防止高危重症患者住院和死亡方面的效果接近90% 辉瑞表示 最近的实验室数据表明 该药对Omicron变种仍然有疗效 据了解 美国上个月已经批准了这种药物 用于对12岁及以上的人进行治疗 加拿大最大型航空公司 以及加拿大最繁忙机场管理局 正在要求联邦政府取消底部访客强制检测的规定 并要求将机场的检测资源转往社区 他们指出最近几星期在机场检测发现的阳性个案 远远少于在社区检测发现的个案 由此证明向底部访客进行强制检测 并非使用有限资源的最佳方法 他们要求当局转移向底部国际访客 采取随意抽样检测 以及指要求检测呈阳性或出现病症的访客隔离 卑斯杜伦发言人昨天表示 乘客近期如果需要前往码头乘坐杜伦之前 建议首先上网查阅杜伦是否有取消的情况出现 因为近期出现多种因素导致部分航线取消 该种情形包括员工感染新冠病毒 季节性流感或严重的冬季风暴影响导致轮道停航等 发言人强调 卑斯杜伦已经根据省卫生官员的要求 制定了一套应急方案以应对Omicron变种病毒 令员工减少所带来的问题 卑斯省新一轮防疫限制措施其中一部分明天戒满 省卫生官员曾暗示当中部分措施可能会延续 省首席卫生官Bonnie Henry上星期五说 变种病毒Omicron的高峰期已过去 不过未来几个星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 他不愿意透露那些限制措施可能放宽 他指说限制室内聚会人数 以及婚礼、喪礼人数的规定似乎不会改变 卑斯餐饮持牌人联会说夜总会及酒吧应该有机会获准重新营业 西门飞沙大学定在1月24日回教室上科 有学生发起联署活动希望延期 自发起签名运动以来的四日内已经收集了超过2500个签名 西门飞沙大学较早前宣布于1月24日恢复面授课程 学生会活动与学生事务副主席黑鲁兹表示 校方仍然计划于1月24日恢复面授课程 这个让很多学生感到焦虑 包括免疫功能较低的部分学生 而西门飞沙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重返面授学习很重要 并指出签署请愿讯的学生所表达的观点 并非学生唯一持有的观点 卡加里天主教学校表示 如果整体上学人数下跌至75% 局方将会进行10日的网课 学校教育局星期五向家长发出电邮 并清楚解释缺席的定义 包括因为疾病、复诊、涉及公共卫生情况 例如新冠病毒 另外也包括家长不让子女上学的决定 到现在为止有85%的天主教教育局旗下学校 报清有一成或以上的学生缺席率 冬季暴风雪雜卷南安省 引致大多伦多地区的数以万计汽车 被困在高速公路上 多伦多警方关闭了Gardiner Expressway 和Don Valley Parkway 以便让铲雪车清理这些路线 警方在推特上说 做出这个决定是由于极端天气和司机的安全 警方表示关闭这两个高速 屋中会使被卡住的车辆移动 并让铲雪车清理高速公路 多伦多和GTA部分地区 目前处于暴风雪警告下 有可能出现高达60厘米的积雪 多伦多今天的暴雪令很多司机困在路上 其中一些司机意外搭上省长福特的便车 被困司机表示福特在路上谈到了家庭 以及在危险条件下保持安全的重要性 还说这是一次愉快的旅程 除了让被困司机搭便车 福特还帮助陷入雪中的车辆脱困 受到省长帮助的网民将经历发到twitter后 有网民认为省长是在做好事 而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廉价的公关桌头 和对省级资源的浪费 还有人对福特批评其不专心驾驶 找本地热点新闻资讯商家超市打字讯息 快下载北美眉头条APP 北美眉头条加拿大第一资讯共享平台 安省疫情安省今天确诊8,521例 疫苗人数新增23人 省内新冠感染者主要人数达到3,887人 入住ICU的人数为578人 在新增个案当中多伦多1,742例 皮尔区1,302例 约克区791例 道兰区513例 河顿区439例 阿泰华431例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未来两日的天气情况 多伦多明天呈间多云温度为-6度 后日有雨夹雪温度为-17度至4度 温哥华方面明天多云转阵雨温度为6度至8度 后日多云有小雨温度为6度至8度 油价方面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明天将保持不变 普通吸气油为每公升146.9 而大温哥华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明天将保持不变 普通吸气油为每公升165.9 多谢大家收听今天快信 祝大家有愉快的晚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